好 我們看到今天這個外面期待蠻久的 就是韓國瑜終於他發了一個正式的聲明 這裡有五大點 其實他的重點用白問講就是 他現在高雄市長還當了才一百多天而已 叫他要主動的說我要參加初選 總統的初選 這個他做不到 事實上他也不應該做這樣的一個聲明 因為這樣子的話他認為會對不起高雄市民的一個期待 所以他不要 可是他又講了另外一點 對於中國民國的承擔 對台灣的承擔 他願意承擔 這個用白問講就是他願意選總統 所以他整天的裡面的說明 我想這個電視很多的call音節目已經討論了 他的白問講就是他願意承擔 他願意選總統 可是他不要參加國民黨的初選 就這樣子 很簡單 那當然現在要願意想要初選的有幾個 有郭台銘 有朱立倫 有翁金平 所以這怎麼樣能夠一個大家往前走 讓國民黨是團結的 因為大家現在南軍 台灣以及台灣人民普遍的 大家就是希望2020一定要終結民進黨繼續執政的 叫做噩夢 因為民進黨繼續執政 台灣勢必一定會往台獨的方向更往那一走 兩岸更加的緊張 兩岸更加的緊張 台灣的經濟就好不了 所以韓國瑜裡面講的話 最令我感動的就是 他說為了中華民國的未來 為了台灣的未來 他要承擔 他可以承擔的 他願意承擔社會所期待的 台中明明就講的 外面的聲音 要想要選總統的聲音 他聽到了 僑胞需要選 他聽到了 全世界這麼熱的聲音 要韓國瑜出來選總統的聲音都聽到了 可是他現在就礙於 剛剛當上高雄市長時間這麼短 他不能夠參加出選 所以 他在這裡面等於把球又丟回給國民黨 國民黨剛好明天要開中央會 有兩個常委會提出不同的一個方向 有一個常委提到的是 等於說要制定一個這一次2020的總統選舉提名的特別辦法 就是對於郭台銘的黨籍的問題 黨權的問題 他黨籍沒有問題 他黨權的問題 要把它解套 因為按照國民黨原來的規定 是 你要 你是司令黨員 要回復黨權 要回來政黨四個月以上 顯然的要郭台銘 沒有 因此有常委要提說 對於黨有特殊貢獻的 這個特殊貢獻 就由黨中央來認定 因為在黨很困難的時候 這個郭董是有幫忙解決一些財務的問題 這個特殊貢獻 或者其他的貢獻 他可以讓他就不再實現 這是有一個常委要提的 提郭董結套 另外一個常委要提的 就是提韓市長結套 他就是提的是 就是讓你 讓我們現在在初選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給他進來 不要只有把 不要只有說要初選這幾個 不要只有郭台銘 不要只有朱立倫 不要只有這個王清明 所以把韓國語也加進來 當然如果要加詹森森 魯玉加進來 這裡沒有辦法 明天的辦法怎麼定 我不知道 看起來似乎也可以 他開放的把這些人都放進來 然後放進來 就是做總統的初選 所以就滿足他們三個初選派的 所以我這樣子就是初選了 只不過過去中常委通過的初選是 三分這個所謂黨員投票 七分民調 現在呢 全民調 全民調 所以就他們三個來講 他認為是在做初選 可是就韓國瑜來講 他屬正召的民調 為什麼一定要做個民調呢 因為如果你沒有個數字出來 你怎麼去說服 怎麼對外來說服說 我就是有提名韓國瑜 雖然現在韓的聲勢很大 可是總是有一些科學上的數字 這就是民調的結果 所以這樣一來的話 其實國民黨是往團結的方向走 我們希望我們的黨中央 吳敦義這邊能夠發揮智慧 常委的提案 如果我能夠明天被接納了 那就是這個郭董的一個所謂黨選問題就解決了 而這個韓國瑜他不參加初選 但是他沒有說他不接受徵招 所以就等於是間接的接受 願意接受徵招式的民調 那就這三位來看的話 他就等於是 我已經展開初選的 我已經參加初選的 啊這個初選就是全民調 但是就韓國瑜的角度來看 我是屬於 我並沒有參加初選 但是你們把我放進來 如果我第一 你們要正在我 所以大家都解套 這樣的方式看起來是可行的 是可行的 我們看到今天知識媒體人 比願球就講了一句話 我聽了還 就在那種心情不讓人怎麼講 他說 我們講什麼時候能夠拿到這麼多的好牌 怎麼一副焦頭爛爛的樣子 明天如果這兩位常委的提案都通過了 就通通解到了嘛 就通通解到了 韓國瑜民調看起來應該就第一 順理成章就徵招了 順理成章他也願意了 因為他也說了 只有台灣好 只有中華民國好 高雄才會好 只有去管高雄市的話 那高雄還是受到中央的民進黨惡霸政府的撤走 也不太容易做好 所以這個道理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想社會上大家很多數的人 是高度的期待 明天的中朝會能夠開得順利 能夠順利的讓韓國瑜民回來出現